甲敬文兄起来很可怕,顺口叫出步步全名,好听得像含蓄女主的名字。 妈妈是超人出了一个仙导片,仙导片的内容亮点主要是在N亨身上。 看完整期,谈目最密集的地方,就是在N亨花式夸妈妈或思念的时候。 节目组问N亨,妈妈会因为你做什么事情而生气啊?N亨大王,他从来都没跟我发过脾气。 节目组问,你觉得妈妈有什么缺点吗?N亨,没有。回答得非常爽快。 节目组给N亨看霍思燕16岁的视频,霍思燕自己都担心儿子会认不出这是他,可是N亨在看到视频的第一秒钟就脱口而出,叫了声妈妈。 然后节目组问N亨,妈妈漂亮吗? 这个时候N亨就给出了模范答案。 N亨说,好看,他全身都好看,化妆好看,不化妆也好看。 然后霍思燕就垒目了。 于是谭目就开始日常羡慕霍思燕了,说他被老公和儿子宠着,好幸福啊。 然后,看节目的另一大收获就是,贾静文真的很会当妈妈。 。 当孩子很听话的时候,他真的是无比宠爱,超级温柔。 但是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,严肃的一面立马上线,凶狠的眼神把小编都吓到了。 。 这是贾静文在给布布喂饭,但是布布没有好好吃饭,于是贾静文就开始叫布布全名,修允飞。 。 然后就瞪大他的眼睛。 贾静文眼睛本来就大,这样瞪大真的好凶哦。 。 但是,网友们的关注点都被布布的全名吸引了。 。 谈目上说,原来布布的全名叫修允飞。 。 然后豆瓣某组的网友们说,这个名字好小颜啊。 。 她这么漂亮起这种名字一点都不为何。 。 。 这才是最佳评论好吗? 。 不过比起像小颜女主的名字,修允飞应该更像韩剧女主角的名字。 脑补一下男主深情而无奈地喊一声,允飞啊到23333。 。 很期待这一季的妈妈是超人,可以看会说话的布布,也可以看超级搞笑的恩亨。 。 黄胜一家的安迪是霸道总裁性格,也值得观望,其实邓莎的儿子大林子也是又暖又可爱哦。 。 图源来自网络,如有意义请联系删除。